隐身在桃源南侃高楼环寺的一角 这座数从茂密的七零年代建筑 过去曾是内政部北区儿童之家员工宿舍 然而自1999年闲置之后就面临无人管理的窘境 如今卢竹事工所提出计划拆除 希望规划成当地运动中心 却引发护数团体的抗议 强调政府应该拿出良心做事 诉求全区保留不该拔除城市律费 然而对当地居民而言 因为废墟引发的卫生治安问题 也让他们心生疑虑 在之前都还不受重视的情况之下 没有把围墙围起来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不良少年 在这个废墟里面进出 那也曾经有小女生被不良少年带进去 对我们民众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蚊虫的滋生 对我希望说政府能够尽数的改善 在都会丛林中不可讳言 难得的老树群确实有助于绿化环境 因此在拆建的过程 县府除了回应户树团体的诉求 保留其中被列为限定古迹的院长宿舍 也承诺将以移植保留 部分植回的方式延续老树生命 相关规划也获得周边社区发展协会的认同 像我们支持运动中心 但是呢 护树团体呢 他们也是在这种环保的概念里面 希望城市有这一个废 其实它的功能是相同的 都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 一个好的身体 那现在听说要保留的院长宿 那我觉得树的话可以选择性的保留 那其他的话找一个好的地方 一样移植把这个历史把它带过去 保留仅存的城市绿地 抢救文化资产 是护树联盟守护树屋的主轴诉求 然而拆除废弃建筑 改善治安卫生死角问题 却也是周遭居民聚焦所在 新建国民运动中心固然利益良善 但要如何取得共事 兼顾各方意见 仍然考验着县府的决心与智慧 中央社记者洪黄军 桃渊南侃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